一半分鐘可以看到 不斷有農煙 從店家門口竄出現場農煙密布 消防局貨爆加派兩台排煙車 打火弟兄們也在外頭整頓裝備 準備進入火場救災 6月凌晨12點多 高雄三明區建國路 一間位於地下一樓的桌遊店 發生火警 店內十幾名顧客和員工 緊急逃生 等於聽相關訪問 剛上完廁所出來就這樣 原來是電線走火這樣子 沒有什麼事 全部都跑出來了 發現得很早 員工說可能是電線走火 才引發火災 幸好他們發現得快 沒有人受控傷亡 但由於這間桌遊店 在地下室密閉場所 農業不容易排出 為了安全起見 消防員先準備LED照明燈條 以及螢光拉繩 以便在火場救災時 辨識出口位置 消防人員為了進入地下室搶救 通常會攜帶水線 或者是發光繩索的搜索繩 確保萬一在下面 農業密布的情況下 可以找到逃生出口 另外發現這間桌遊店 在今年1月份 才因為違法案例拒賭 被警方破獲 一共逮捕了6人 沒有想到經過8個月後 店面發生鑄榮之災 後續要重新營業 可能要花上不少時間 等我支持最多錢 之前 看我們也要給我